中國是田皓盾 公主委 他的死裡面 他看到那個 他的動物裡面 那個嬌子 因為母子的死 當年是死 所以他現在太死了 一句代語 他的愛情 愛情是何目 愛情是何目 直到死生消息 所以呢 我們如果這本事實來看 他是所謂的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延伸的那些心理掙扎 都在這裡 他分裂很多 如果他在這裡選就 我們同鄉 如果看到影像所謂 我們在延伸的公司看所謂 我們也不認識到這段時間 但是經過世人 他說 我的心理 因失戀過度 而意欲解 不準他生得 一顆顆 精靈 毀利和保持 就是說 經過世人的病 在我身上 不少 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 那個 局長 路外秀局長 他這 我們那個攝影 攝影 光只有攝影 就是 節奏 而且他配師 也配了 是節奏 對愛情來講 我剛才舉了這兩手 只是 他的一部分 就是表示說 愛情 愛情就像保持一樣 那還有 還有一點 我們在座 大概每一個人都會寫座 我看了這個詩集最大的感動和感感就是 就說 如果的 我們的生活中 可以把我們的兒子 或我們自己 畫給一個感動的畫面 去想像 去想像 很容易進入 詩跟寫奏的境界 就說 就說 像說 他這個 不像日本的台劇 都畫給一個 極心的感動 把它寫下來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有很多人 不必寫的場編大論 看到一個 我們走路 看到一個鏡頭 我們就可以 集心入獅 也變成當成你的日記 經過一年以後 你把它拿起來 看一看 你會 費心的微笑 所以我看他這個 如果家裡有小孩 就哪個小孩 我們可以喜歡他 看到萬事萬物 都可以融入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想法 把它成為日記 或者是成為紀錄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很感動的 我很感動 野色隱 本身是節奏 他的詩也是節奏 在現在詩的追訪上 他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教材 以上我的意見 謝謝你